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节 第一节是说人之短乃户己之短 夸己之长乃忌人之长 虚荣心 嫉妒心 这些心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 这些是人性实然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掩饰自己的短板 而去当众揭示别人的短板 也不能因为嫉妒别人比自己优秀 就把自己夸上天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克制 无日三省勿深来提醒自己 第二节就是利可供而不可独 谋可寡而不可重 利是可以共享的 但是不能独吞 像是刘邦 他攻破了咸阳却不占领 曹操邪天子以令祝侯 却不篡汉自利 曾国藩虽然共成名就了 也要和同僚共享名誉 他们不是没有资格来得到这些独享 而是害怕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我们面对利益的时候 一定要权衡一下取舍之道 而谋划呢是需要我们自己 静下心来钻研的 古语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那些真正能够谋求大事的人呢 他们都是有自己拿主意的 再来说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是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舵字之败 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之败 曾国藩呢就是靠着勤劳一路走过来的 坚持写日记 坚持反省 反复读书 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笑语 尽管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呢最后因为骄傲失败了 才高而不自诩 位高而不自傲 那说的呢也就是这个道理 再来说一下第四节 第四节就是 久立之势物为 众争之地物往 说白了呢就是曾国藩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以往人堆里扎 因为这其中呢很有可能就有我们控制不了的诱惑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 就比如说 大妈抢菜 还有前段时间 优衣库的疯狂的抢梯的事情 那最后是什么呢 下场呢 有的抢到了 有的没有抢到 还有大打出手的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保持理智 毕竟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再来说一下第五节 第五节是凡办大事以实为主 以财为辅 凡成大事 人谋居办 天意居办 曾国藩告诉我们 办大事呢要以实为主 靠的是见识和经验 才气才能呢只是辅助 而且呢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抱着近人事 以听天命的态度 不要因为自己有超能力的事情 就不去努力了 也不能因为自己努力了 最后失败了就去 远天游人 再来设计下第六节 第六节是 物以小物 弃人之大美 物以小怨 妄人大恩 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 不能因为一点小摩擦 就记上丑了 和人老死不相往来 也不能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过错 我们就去忽视别人的好 那今天约翰和大家分享的 曾国藩六界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身上的一些问题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就赶紧改正 其实呢你和成功也许只差一点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 再见